黄庆云 我的文化大革命 第五章 灵魂深处爆发革命 小洞的故事 同事干部中 有些人或自命为或被称为当然左派 此等人并非有着过人的智慧 或者极其高尚的人格 最重要的是他们的出身是工人或者贫荣家庭 这是先决条件 然后当然是党性强 立场坚定等等 机关的人士以及机密部门 所有干部的调查材料和档案 往往掌握在这些人手里 政治挂帅 理所当然 农化大革命开始后 我才从农村调回来 据说 广东四个协会 作家协会 音乐家协会 美术家协会 剧作家协会的运动是由一张大字报开始的 写这张大字报的人是个女同志 他就是美邪的人事部门的 而他的大字报就是针对着黄新波 把他打为牛鬼蛇神 黄新波被打为牛鬼蛇神之后 在斗中台上 他有大力的扇心波的耳光 威风凛凛 在革命群众组织中 他又加入了一个根正描红的组织 成为响当当的斗士 他一直掌握了美邪的人事部门很多年 虽然人到中年 不是红卫兵 却威过了红卫兵 我过去和他不过是点头之交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 地位悬殊 竟连点头也没有了 这次四个协会都是被砸烂单位 所有的女干部便都集中到了女宿舍来 她的床位就在我的对面 一排中最末的一个 这时却没有谁对她亲热地打招呼 冷冷清清缩作一团 原来 在文化大革命清查阶级队伍的时候 她被揭发 家庭成分不是贫农 而是地主 于是当时的得意一条龙 如今成为了失意一条虫了 那个时候 盗谷刚刚收过 干校的学员闲来无事 就把盗杆扎成了小条柱 每个人又别出心裁 在扫住的柄上 织成了各种图案 小巧可爱 我向来都喜欢这些小玩意儿 便拉着同志们 请他们教我如何做 正在这时 这亲切地向我招手 把我招呼到她的床边 把她刚吃好的一把小扫帚杆送给了我 一面向我示范 一面教我如何编这些图案 我这个人从来都善于忘怀 看见别人笑脸相迎 就对她毫无芥蒂了 她一边编着那个扫帚杆 一边唯唯而谈 她很神秘地 很信任地告诉我 你知道林彪在温度尔寒 飞机坠毁人亡的经过吗 我说 当然知道 已经传达一周了 她说 那么你知道是谁发现这阴谋的吗 我很奇怪地看着她 传达时说得清清楚楚 难道她还有什么独家新闻吗 她更加意味深沉 更加神秘地说 是毛主席自己发现的 毛主席从一个小洞里看到了林彪的秘密 就把它揭发了 她的这个话 后来我咀嚼了一番 才恍然大悟 原来 文件上有 毛主席洞察一切这一句话 这就是她的演绎了 我不敢取笑她 与其取笑她 务宁怜悯我们自己吧 像她这样的人 在人事政工部门有的是 可惜 只有他们来洞察我们 而我们无力洞察他们就是了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